好,为了辅导,若是青年在课后之余也有正当的休闲活动 台湾世界展望会在今年首度在宜花东启动蓝海计划 为了热爱篮球的青少年组织三支球队 并且引进专业的训练资源 陪伴孩子在团体中稳定的发展学业品格 不过就要开始了,展望会每学期要发出的助学金 在花莲却还有200万元的资金缺口 为了辅导,若是青年在课后之余也有正当的休闲活动 台湾世界展望会今年首度在宜花东启动蓝海计划 为热爱篮球的青少年组织三支球队 透过运动赔力,青少年能有正当的输压管道 并在篮球的训练和纪律中,让孩子震惊视野 也经由比赛获得自信看见自我价值 那一开始我们只是一个让青少年有一个可以运动的地方 可以发泄体力的地方 那我们一开始只是用才艺班来聚集孩子一起来练球 但是我们其实经过了几年这个才艺班,篮球才艺班之后 我们其实发现,我们这群孩子其实在国中毕业之后 他们还是继续朝篮球发展,甚至加入高中的篮球队之后 我们就在思考说,我们可以再给孩子什么东西 那我们其实就把我们的才艺班的方案 其实我们在今年就变成了生涯发展 那展望会其实在从去年开始我们也透过篮球方案 帮助这些孩子,对篮球有兴趣的孩子 他们能够从发掘自己的兴趣当中 能够也持续的就学 那同时也发现自己的潜能 能够追求自己梦想的机会 那我们也希望鼓励这些孩子 他们不只是参与这个篮球的方案 更重要是透过他们对篮球的喜好 也要求鼓励他们能够学习 关于运动的品格教育 然后也因为他们对篮球的喜好 我们其实也会在这个方案当中也会要求 如果他的科业没有达到标准 其实他就不能够上场比赛 那还可以参与练球 可是我们就会用这个当作诱因 让孩子在对他们有兴趣的运动的项目上面 不只有健康跟正向的成长 同时也引导他们能够回头 对他们可能本来没有那么有兴趣的课业 能够愿意花时间去学习 台湾世界展望会在花莲辅助了3900名弱势儿少 在每学期就要发出3000万元的助学金 用来帮助他们能够持续就学 而再过没多久就要开学了 但到目前为止 助学金的部分却还有200万元的资金缺口 需要社会大众的响应支持 展望会也期盼有更多社会善事一起伸出援手 陪伴孩子顺利上学 记者 许丽琴 华联士报导